说呢将会对两岸的关系 造成严重的影响 高雄呢则是首当其冲 也就是为什么 召集人这时候会觉得说 对观光业伤害很大 中国的导演 甲章科呢 他是说以热比亚为首的 市委会呢 世界维吾尔人大会 对新疆暴动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在莫 因此呢 所以在墨尔本影展 策展 纪录片 也就是这一部 热比亚的纪录片 爱的十个条件的 这个导演杰夫丹尼尔 他自己讲说 其实这不是一件 她不是那么的客观 也不是那么的中立 她只是希望让更多人 可以关心 维吾尔人的现状 我们再来看看 为什么热比亚 作为一个女性 她原本是新疆 有人能说 她是新疆的首富 但是至少她是 全中国排名前五大 曾经是前五大的 最有钱的人 现在居然变成 中国的头号战犯 我们来看看热比亚 以及跟中国的关系 新疆爆发 七五流血冲突 中文官方指出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热比亚就是幕后策划人物 热比亚回应 七五事件完全是 维吾尔民族的自发抗争 他在接受外国媒体访问时 拿出照片描述整个报道过程 说维吾尔人有上万人失踪 博装电台立即反驳 热比亚拿的是假照片 扭曲事实 热比亚在大庭广众之下 所拿出的照片 曾被个别西方媒体选用 但这张照片所显示的内容 其实也与七五事件毫无关系 他表现的内容是六月发生在湖北 十首的另一起群体性事件 对于拿到了假照片 热比亚方面相当尴尬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国际的知名度 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三次提名的热比亚 在今年七月接受国际特赦组织 日本分会的邀请访问日本 尽管中国政府抗议 日放最后还是放行 让中国政府相当气恼 一直到热比亚纪录片预备在高雄市上映 中国官方的反应更加强烈 让陆克抵制在高雄的参访活动 高雄观光业估计有三千房的订房 临时遭到取消损失不小 至于热比亚在中国内部的评价 是由她的儿女等人 联合写了一封公开道歉信函 承认她们的母亲犯下了分裂民族罪行 这是他们操作的一些民族非力活动 弗热比亚说 她的女儿如先鼓励已经被软禁 儿子阿里木已经被冠上 逃岁遭到了判刑入狱 中国政府在新疆七五事件之后 更是全面实施文化上的种族灭绝 她誓言将在中国60年国庆展开性行动 中方批评热比亚的说法无耻 并以她能够生11个子女为例 对照汉人只能生一胎 说明中国政府对新疆民族的开放 究竟谁是谁非 只有在新疆的维吾尔人的真实感受 才能给真正的答案 赵几人我会请稿你 现在其实我们面临两个一个 蛮极端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希望 中国大陆观光客来台湾消费 然后包括说刺激我们的经济 包括说两岸之间的和谐发展 这个大家都能够认同 那因此呢对待客人 自然有一套叫做待客之道 如果这个客人呢是非常非常厌恶一件东西 你不会故意拿这些东西来跟他挑衅 换句话说我们不会用这样的方式 去对待日本美国欧洲的观光客 可是同样的道理 日本美国或是其他欧洲国家 也不会用这一种高压的手段 来去报复我们 所谓的待客之道跟客水主便 两岸到底该怎么样相互尊重 我刚才有说过这是很无耐的问题 那么当然尤其在观光旅游服务业 我们一定是诉求顾客导向 他是东北人喜欢吃大乳面 我们要煮一碗大乳面给他吃 他是无人喜欢吃辣 我们要煮一碗辣的面给他吃 这是顾客导向 我们还要做到以客为尊 这是我们观光服务业最高的一个准则 我们一定要这么做 可是今天观光客到了台湾来 尤其中国的观光客到了台湾 甚至于到了高雄 他是不是因为知道说你们播放一部热笔 热笔所以我们不欢迎 他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的呢 观光客是不知道的呢 那他为什么被带开 是因为他揣摩上意 据我所了解 高雄市的观光业界常常跟中国有往来 尤其旅行社工会 全国联合会 这些理事长 他们常跟中国往来 说到底中国是有下一个面领 还是一招五招三拔 他说你不能到高雄 是没有的 你也问不出来 也听不出来 也看不出来 他们是怎么样 是揣摩上意 就上头中央有这个艺术 所以我们就尽量不去高雄 是这样子害死高雄的 所以我们还是这么讲 说港督美景依然在 那么友善高雄还是欢迎你 是是是 不过Michael我要请教了 现在就是说 如果设计这个客人是傻客 我们又一定要这样子 所谓的拿我们的热脸 去贴他的屁股 还是说究竟 我真的搞不懂 两岸之间 其实大陆观光客 大概不会说 是因为这样政治因素而不来 可是摆明的就是他们上面 就是因为发这样子文 所以他们大概就是要听从上面的 没有发文 没有发文 只是那种概念性的 他这是旅行社给我们的公文 是旅行社来取消的 当然一岸观光客要听旅行社的话 中国并没有发文 把各省市说 我给你讲 你就不可以去台湾 尤其不可以去高雄 是没有 是这一些你就知道 大陆那个冠状 揣摩上意 我给你讲 可能上面不高兴了 国台办可用在买松怀 所以我们忘记 是串不善意而来的 真正的业者 没有人接到白杀 是好意吗 这是旅行社 向我们的业界 搞完取消 可是如果说我们 从一些参访团 本来是要去你们高雄 路要转去台南 那当然是上面的意思 这就另外说 可能是不是上面的意思 我怎么听就听了 问也问不 这一种是观光团 这不是台湾团 麦克戴克之道 跟客水主便怎么平衡 我想那个 总之后刚刚讲的很传神 今天苹果日报司马观点 有一句话 再念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北京一时眼射 台北就有人抢坐马前竹 北京下令查禁 台湾就自动执行 但是他不用说什么话 是 所以你说来这里是客 其实重点就是说 我们真的没有接待过 会用坦克车押自己的人民 会用这种移民 以及各种殖民帝国主义士的手段 去欺负他的边疆少数民主的那样的政权 我实在无法把那个政权当做朋友 那么这个话 就是说我们讨厌的是这个脆弱的北京政权 而不是一般来讲无辜的中国老百姓 那么这些中国人 当然他们在鼓动民族主义的情绪上面 其实都是父同分子 这个我们都很了解 以来那种大辣辣的态度 我想不是很惹人喜欢 我想他来的越多 台湾人可能对中国越失望 所以这个互动 我觉得台湾人已经学会了一些的能眼去看 在台湾这个社会已经长期以来 很少发现说用流血的正面的冲突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看很多我们不爽的事 是 他说放在心里 到真正压力到的时候 台湾人才会吐出来 比如说你们有肥肥肯和我打 我就一定要拳打人做总统 你如果拳打人就拳得到 这个事情也是这样 这个事情我觉得已经到某些临界点了 就是说连我们要自由看个电影都要管吗 如果这样的话 我想我们台湾人是会受不了的 這問題已經不是高雄市觀光從業人員的責任 而是整個臺灣的責任 對 如果高雄電視幕下來 那麼我們還有民間社團 可以來播這個片子 我們公視也可以播 那你可以請中國北京政權 把整個臺灣的觀光客都封掉嗎 你試看看好了 這是荒謬嘛 我跟你講 說實在 我們等一下要播這個紀錄片的精華版本 我今天真的是心中皮薄菜 輕重到要死 因為我們剛也談到 包括澳洲 包括其他國家 要播這部紀錄片的時候 受到中國很大很大的打壓 我們也擔心 等一下我們播這個紀錄片 不知道會不會有秋後算贓的問題 所有這些事情 北京每一個國家它都打壓的 但是都會過去 好歹是說 我們比較沒有商業的這些壓力 我們沒有所謂的要靠大陸觀光客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播這部 8分鐘的這部紀錄片的精華版 不過可能我們要稍微做解釋一下 所謂的愛的10個條件